天后高的建筑设计 宽敞且优雅的用餐环境 看起来真的好高级啊 这家位在高雄的无国界料理餐厅 融合的建筑 家具及食材 所展现出来就是艺术与生活的综合体 让我们仿佛来到艺术馆般的用餐环境 而且每个楼层的装潢风格都不太相同 分别是以木材及画作来区分 像是以油画为主的一楼 往上走 二楼是随彩 三楼是独特的天井设计 当然 一家好的餐厅 除了讲究好的用餐环境之外 食材也是相当重要的哟 店家不仅严选新鲜的食材 并以每天在市场所购买的菜色来做变换 因此啊 没有自食菜单 则成为他们店里的一大特色哟 店家强调 能够让顾客在平易近人的价格 变成到精致的料理 同时看到餐厅的用心 就是最终的目标啦 好 我想要帮您介绍的是在我们这边的蒜味蝸牛鸡肉卷 那这个部分呢 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用青酱的蝸牛搭配每天的温体鸡肉 然后做一个包裹 那下面绿色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是用青豆跟马铃薯混合的一个青豆泥 让您吃起来鸡肉有非常鲜嫩可口多汁的感觉 那在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龐克夏猪鲤鸡 搭配焦糖苹果的部分 它其实在旁边的骰子的部分呢 其实是由我们的肉桂焦糖苹果去搭配而成的 那猪鲤鸡的部分呢 是龐克夏猪这个品种 那这个猪呢 吃起来的感觉比较特别的是说 它比较不会有猪的辛香 辛草味或者是辛臭味 那猪的 我们有利用一些盐胡椒的腌制 让您在吃起来的话呢 比较不用怕有油脂上面的油腻度 那在这个另外就是我们餐厅的一个主打 就是在于美国冷藏自然牛的五穀牛小排 那旁边的黑盐呢 是现在比较新一代的夏威夷黑盐 那旁边另外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红酒葡萄酱汁 然后来搭配这个五穀牛小排 那其实这个五穀牛小排另外一个提香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蒜片 那在自然牛小排的部分 我们建议都会客人建议在五分熟的这个熟度 由于是因为它的油脂跟肉的平衡度来讲是最适合的 那再来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厨推荐市场鱼的部分 所谓的市场鱼就是说因为您不知道您今天会捕捞到什么样的鱼种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在今天的市场鱼做一个告知的动作 然后再帮您建议说比较适合的烹调手法 这个也是我们餐厅的一项特点 有点类似像台湾其实比较常态性的一个海产店的一个经营方式 就是说什么样的鱼饰和什么样的料理 那这也是我们餐厅的一大特色 那旁边的酱汁的部分呢 我们这一次搭配的是有土鸡蛋的蛋碎 还有香草和果酱汁这样子 那最后在这个部分呢 您看是非常漂亮的肉质的部分 是我们的杏仁羔羊羊肉排 做薄荷 那其实这个薄荷的部分呢 我们跟一般之前的透明的薄荷酱 有一个很大的区隔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新鲜的薄荷橄榄油去打制而成的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薄荷酱 吃起来有黏滴滴的感觉 那肉质的部分呢 因为杏仁的关系 然后弥补了羊肉 可能没有牛肉的那个油脂的干涩度 那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部分 那其他您看到的整个套餐的部分 都呈现在您的眼前 也希望能够吸引您再度来我们餐厅的光 感谢观看